現在在打心理作戰 對不對 大家都來反中 中國有威脅 這個話你看 東南半島 東盟聽不聽 連新加坡都聽不進去 台海是大家拿來說事的一個議題 關你們屁事 它就要大家團結抱團在一起 我們一起反中 我們要保護台灣 我們什麼時候這麼值得你們 關愛啊 真事啊 重視啊 軍備競賽就是在競賽 今天講兩句話 中國威脅是美國這個認知作戰裡面 非常成功的 在全世界刪起來 不是反中就是反俄 現在你看英國的 美國的民意 其他都在反中 那我就請問 誰威脅誰啊 現在全世界在海外 有800個海空基地的 要人家怎麼做就怎麼做的 你不只是威脅還干預的 那中國大陸 這麼多年 四十幾年的 沒對外戰爭 也沒有海外那麼多基地 怎麼談上威脅的 所以第一個 你講飛機它比來比去 那美國的艦載 航母上的艦載機 會比中國的艦載機 一切比你嚇 人家只是按照你的目標 來追趕 那兩種飛機怎麼好 怎麼壞 我們來評斷 第一個 你飛機引進的推力夠不夠大 推力大 我就可以超音速巡航很快接底 很快就到達 打擊目標上 就是推力的問題 第二個 你的雷達收縮距離比誰遠 我先看到你 我就可以先打你 第三個 我的飛彈要打到你 你打不到我的距離 又要超前 第四個 飛機的塗料能夠逆裝 逆中 或者它的雷達反射面 能夠達到逆中 所以它要比的東西很多 今天 解放軍那個新的飛機 所有重要資料還沒有出來 是 它現在在試飛 或者是正在研發中間途中 我們很難預料 只是美國就很奇怪了 你手上有這麼多 人家才剛開始 你就要說它是威脅 這種事 所以講 以前我們大家 都不太注重心理作戰 你現在就知道 這個認知作戰 跟台灣的選情是一樣的 給你洗腦洗酒了 你就接受這個東西了 對不對 你要講 中國的世界威脅是什麼 它只有經濟實力威脅 是 美國是因為想要 經濟還要保持霸權 所以在軍事上 要製造這些問題 中國大陸思想 我想在南海 一帶一路 失路 那我航母 剛剛你們講的 深海理論 它有分階段的 它的航母第一個階段 是確保自己國內的安全 第二個它要掩護 一帶一失路到印太去 所以美國不是要搞印太 給它對抗嗎 第三個我就是要 我的海軍海空的實力 能夠破解你美國的第二島鏈 換句話 關島 所以美國現在 拼命在搞關島 搞澳洲 那解放軍的海軍目標 一定是這樣 先進海 到南海 然後到太平洋的第二島鏈 這才能完成它的所謂戰略眾生嘛 那再給你平分天下嘛 那它現在第一階段是勉強完成 第二階段還沒做完呢 它的航母還不 實力還不夠說 整個撐到一帶一失路下去 美國在印太也沒有完成部署啊 美國 印太司令部一天到晚較窮啊 因為美國的艦術還不能夠支持 那印度的海軍是不只一看的了 那印太你要遏止中國大陸 你必須要投入更多嘛 所以這個東西都是未完成的 現在在打心理作戰啊 對不對 大家都來反中 中國有威脅 這個話你看 東南半島東盟聽不聽啊 連新加坡都聽不進去 我不願意選邊啊 對不對 菲律賓更直白啊 我買你美國武器 我也打不過中國大陸啊 我跟中國大陸賺錢啊 所以這個認知作戰 只在新聞媒體啊 這邊發酵 或者是 事不關己的地方發酵 你看美國發酵 英國發酵 東南亞發酵 對 連德國都說 對 惹火上升幹嘛 德國最近也是說 他覺得之後這個 台海肯定會有危險 台海是拿 大家拿來說事兒的一個 一個議題你知道吧 其實都關你們屁事 那他為什麼講呢 他叫大家團結 抱團在一起 我們一起反中 我們要保護台灣 台灣什麼時候這麼值得你們 關愛啊 真事啊 重視啊 以前 一天到晚刷存在感都沒有用 現在你不要刷存在感 全世界台灣有事 就是 安倍一個退休的首相 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好像 安倍現在還在任啊 還是 你要等 日本的這個 憲法要修了 實力要擴張了 你再說這個話 也還有點苗頭嗎 你要有實力支持嘛 台海有事 你日本有事 你能不能解決台海問題 第二你憲法修了沒有 憲法沒修了 所以這些問題 我們講出 都是超前部署了 我覺得還有沒有實質的意義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